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目前已经进入到2023年的年底 那么在2024年7月份国评将会征战巴黎奥运会 对于很多球迷而言一直都想知道 我们国评到底会派出哪六大主力来征战本次大赛呢 那么考虑到目前呢,巴黎奥运会还没有到来呢 我们国评暂时没有公布名单 所以的话我们确实不清楚啊 到底最终呢,哪六位队员能够夺得入场圈 但是就在最近呢,从我们国评最新官宣的一些文件和消息来看呢 很多球迷从中发现了一些端倪也进行了一些大胆的猜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有可能有哪一位六个球员呢 能够成为最终的赢家 就在12月28号,我们中国拼协市公布了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 包括何销这两个人是得到了刘国达的重用 获得了升职的机会 担任重要的一个人事岗位 而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人事任命公布之后呢 我们国评还特别刊登了六大主力啊 对于这两位工作人员的一些评价 以此来体现他们的工作能力非常好 也有利于我们国评将来征战巴黎奥运会 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而凑巧的是呢,这一次被放出来的六大主力呢 恰恰也是我们国评目前的最主要的王牌 分别包括了南队的马龙、樊振东、王楚清 女队的孙颖沙、陈梦以及王曼玉 那么这六位主力在我们巴黎奥运周期这个重要的时刻 发表这样的一些评价呢 难免让很多球迷浮想联篇 所以我们也看到啊,在这个重大人士任命公布以及评价公布之后呢 有些球迷就在官方报道的评论区当中呢 进行揣测 认为啊,我们国评这一次这六位主要成员的一个名单公式之后呢 很有可能啊,将会是我们国评奥运会的名单 有球迷认为,虽然说我们国评目前还暂时没有正式官宣最终的名单 但其实这一次的一个公式呢,也意味着很多东西 我们呢,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测 有球迷说啊,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还有球迷呢,在评论区啊,为王毅迪呢,感到惋惜 总的来说啊,如果按照这份名单来看的话 接下来我们国评的一个局势估计呢,也大理上已经定了 毕竟不管是从世界排名,还是近两年的表现来看 这男女队的三剑客呢,表现最为突出 实力也最为稳定 最终呢,如果能够代表国评出征奥运会 也确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所以可能对于王毅迪,对于梁静坤来说呢 也应该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当然呢,目前也只是我们的一个分析和猜测而已 那么球迷呢,也不敢做保证 因为呢,还没有到最终公布名单的时候 一切都还有变数 所以对我们所有的队员来说呢 还是不要放弃自己 做好自己,为国争光 打出最好的表现 说不定后续名单还会有反转 也期待呢,我们最终能够选出一支最强大的阵勇 在巴黎奥运会升国旗 咒国歌,拿到所有项目的冠军 中国队,加油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